字幕– KV 字幕– KV 字幕– KV 大家早晨 我是钟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在5月1日 经文是- 此图行转第九章 第一节至到第十九节A 题目是 你的热心在哪里? 蘇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 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式的國會堂 若是找著信奉者道的人 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大盜耶路撒冷 蘇羅行路將到大馬式忽然從天上發光 四面照著他,他就撲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蘇羅蘇羅,你為什麼逼白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穌 起來,進成去,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裡 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蘇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 竟不能看見什麼 有人拉他的手,領他盡了大馬式 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也不喝 當下,在大馬式有一個門徒 名叫阿娜尼亞 主在意象中對他說 阿娜尼亞 他說,主,我在這裡 主對他說 起來,往直階去 再由大的家裡 訪問一個大素人 名叫蘇羅 他正討告 有看見了一個人 名叫阿娜尼亞 盡來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見 阿娜尼亞回答說 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 這人怎在耶路撒冷 多多負害你的聖徒 並且他在這裡 有從祭司長德萊的權力 捆綁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對阿娜尼亞說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挑選的器命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為我的名 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阿娜尼亞就去了 進入那家 把手按在蘇羅身上 說 兄弟蘇羅 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 打法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蘇羅的眼睛上 好象有鱗 立刻掉下來 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洗 吃過飯 就健壯了 自從我有年的時候 我想要為有價值的目的而活 希望有人生的送高目的 值得為他死的 在15歲起 我就想要做一名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宣教士 年紀漸長我的理想就轉下一波了 希望成為一個社會工作者 去輔助貧窮有缺乏的人 但在西方大學 我改了以電腦科成為我的主修科 原因 只是十分好玩 不業後 以程序編排和分析工作 做了大約十年長 在多倫多的一個東令會中 被講完唐崇榮牧師挑戰 他講到的內容就是這段聖經 《使徒行轉第九章》 1至19節 他呼召人去獻身全時間侍奉神 我深受感動 然而卻步不作回應 因為當時的環境情緒高漲 而我不信任我的情緒 我對神說 如果你要我 就來找我 長話短說 他真的這麼做 醫生懷疑我患上重病 我就自問 假如我折症了一年的壽命 我怎樣活下去才好呢 在這個關口我領悟到 我會以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 為生活的首要 這會產生永恆的果效 後來我的結論就是 任何值得我投資 最後一年的生命的東西 也應該值得我投資 最後的40年生命吧 我就進入神學院 在1985年1月成為全道日 我在活出我的熱心 昨天在士徒行轉第8章中 看見第一世紀的教會 在耶路撒冷遭遇迫白 很多新信徒 分散到猶大和撒馬利亞 有一個新人物在士徒行轉第7章 第60節出現 蘇羅也喜悅他 即是斯提法避害 在士徒行轉第8章3節讀到 蘇羅卻殘害教會 進各人的家 拉著男女下在監侣 然後在士徒行轉第9章1-2節再讀到 蘇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 威嚇 兇殺的話 去見大祭司 求文書 給大馬式的國會堂 若是抓著信奉這道的人 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大盜 耶路撒冷 可見 蘇羅熱衷於迫白耶穌基督的教會 蘇羅在哪裡得到他的熱心呢 看看 肥立比書第3章第4節b到第6節 你就會了解 他說 其實 我也可以靠肉體 若是別人 想他可以靠肉體 我更可以靠著了 我第8天受割禮 我是以斯列族變雅敏之派的人 是希伯來人所生的 希伯來人 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就熱心說我是迫白教會的 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責的 他的家庭背景引致到他 重視自己的出身 他的家譜 他的教育 在法律上的義和熱心 以這些為 獲得神接納他的 絕對必需條件 相反的 耶穌自己本人完全沒有可掛之處 耶穌沒有受過教育 也是貧窮 因此 耶穌沒有可能是利賽 他就要揭力維持有太教的順正 所有跟隨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被滅絕 他很誠實地想 迫白耶穌基督的教會 是正確的 要做的事 但是神破碎了 蘇羅的美夢 去大馬式的途中 耶穌在天上來的大光 向他顯現 蘇羅就跌倒在地 有聲音就說 蘇羅蘇羅 你為什麼迫白我 他就說 主啊你是誰 主說 我就是你所迫白的耶穌 起來 進成去 你所當做的事 必有人告訴你 這件事 就叫他大吃一驚 主耶穌竟然 與他的教會認同 迫白教會即是迫白耶穌 蘇羅的氣泡 爆了 他發現 他把自己的生命投資在失敗的恩由上 浪費了所有的時間 氣力 和忠誠 他一向都搞錯了 他的仆島在地就象徵著他 失去的驕傲 和他新學到的 欠秘 本來帶領隊伍去捉拿耶穌基督 基督徒 如今他反而三天都不能漢見 等待人告訴他他所當作的事 耶穌因此地給蘇羅時間去金色 討告 去悔改並 在這些地方改變他一生的經歷上 恢復過來 主把他在蘇羅身上的計劃 啟示給一個門徒 名叫阿拉利亞 主就派他去 回復蘇羅的事力 主對阿拉利亞說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命 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 面前宣揚我的命 我也要指示他 為我的命 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真的 蘇羅的事奉 是向外邦人 君王 並以色列人 宣揚耶穌 他會突破疆界 他會為耶穌受苦 但他全人投入 熱衝的獻身 為了成全一個有價值的恩友 正是成就使命的 大好條件 主改變蘇羅 熱審的方向 朝向有價值的目的 他改名叫保羅 是建立新的教會 和寫新約聖經 三分之一的 那位保羅 我曾希望有 值得為祂而活 為祂而死的人生目的 我需要一個有意義的使命 我找到了 我服侍基督的熱神 在植堂上 在建立門徒上 和在 服侍邊緣人上 寶羅也是如此 我們不能只活在一個淡化的 容易的 目標中庸的人生 我們需要服侍一個給自己更大的人物 或是給任何人更大的神 這個創傷性的方向改變叫做悔改 這是關鍵性的屬令經歷 一次過重啓了 就沒有回頭路 我們會在不計代價 熱神服侍 至高者 這個起落的當中 讓我問你 你的熱神在哪裡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有值得 為祂而活的目標嗎 或者值得為祂而死的目標嗎 你的答案可以有 永恆的重要性 思想下 願意我們整頓自己的答案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的通知 謝謝 請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